再带你看台中检警追查一起山地原住民立委候选人的会选案 意外查获了原住民涉嫌非法制造猎枪 还猎捕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山枪 虽然原住民依法可以拥有猎枪 但是呢查获的八只猎枪当中有五只都没有合法登记 涉案的三名原住民都被依法移送 被警方查获了八只猎枪 只有三只是合法登记 其他五只通通是非法制造 警方还从嫌犯的家里 起初非法猎捕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山枪的土体 台中检警日前接获献报 同位山地原住民立委候选人庄角 疑似以办餐会的方式进行会选 于是大队人马前往搜索 结果却意外在庄角的家中 搜出了非法制造的猎枪成品和办成品 以及火药子弹 你们一开始就是要查枪吗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查查会选的任务在 这只是行动中的一部分 三名涉案的原住民都被依违违反枪化条例 和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 原本是选前查查会选 却查到非法持有猎枪 也让警方感到意外 22号台 参访所在会ulu